好啦,那我呢,先坐下吧 先坐下吧 先坐下吧 根據我們今晚主理人的設計 今晚的題目就是什麼呢 你坐過來吧 等一下,David就坐下 今晚我們... 好,即興一點 不是即興的 今晚的題目叫同年視電視節目 很明顯是三個年代 比較年輕的 中間間,比較老的 不是應該是阿嘉吧 阿嘉就是年輕的 他應該看那些... 不是全真機的 但我是看小亂全真機的 那個年代 你按一下,阿嘉你按一下 ICU反而我沒有看過 對呀,我也沒有 開到ICU的時候我已經沒有看... 我看他看Sunny哥哥的 Sunny哥哥有看 其實我也是Sunny哥哥的 香蕉傳有看 盧家文 盧家文是什麼節目 香港電台,小時候 小時候算不算同節目 好,我們坐下 我們坐下 逼給我們 好可怕,好襯物 我們一人一架 哈哈哈哈 左右邊 半架 半架 一半架 好了,讓我們的收視維持 我們想到這條屎橋 今晚回應得最好的那兩位朋友 小弟呢 或者換他TV本身 有禮物送 沒錯,一人課十元出來 啊 課後扭蛋 總之有兩份禮物 對啦,沒有騙大家的 我們還沒騙過大家 好,那看一下大家 踴躍地回應 我們先講一題目 我們同學說什麼 兒時的兒童節目 好了 先從最老開始說 因為大家會講周星馳的 所以先不要這麼快 先進入周星馳的位置 因為沒很快講 我們先講最早最早 就是Sunny哥哥 記不記得那個波卡里 我一點點印象 就是 那個樣子我大概記得 那個男生的口很寬 臉上 很軟的 很瘦的 很高的 那他應該是 做節目的時候是拿了結他 好像 對啦,會唱歌 很好聽的聲音 很溫柔的 那個節目是否叫跳飛機 對啦 但是 歌曲就是他唱的 但是總一起跳飛機 一二三道理 開開心心真有趣 會撥聰明讀下書 那些壞的同學就會說 將跳飛機改成另一件事 嘩,你那時候已經這麼聰明了 這麼快有 有的 有的 很聰明了,唱到這麼多 對啦 沒有唱了 那怪獸也是跳飛機的吧 對 有一隻類似垃圾蟲的 毛毛狀 是嗎?毛毛狀 七彩好像Catchwork 其實有點像Sesame Street那些怪獸 對啦 不過他放大版 扮演那個男生叫陳復生 不是 陳復生是女人 陳復生是女人 那個男生後來也有做演員 對 好像一開始是不是 他坐直升機出場的 那裡有些印象 畫面好像 你記得的 你很小時候 我小時候 什麼都搞的 什麼都搞的 沒錯 Wong Chi Kit說是小怪獸 那隻叫小怪獸 不是叫怪獸 小怪獸是另外一隻 小怪獸 大怪獸 怪獸仔 怪獸哥哥 應該叫怪獸 怪獸哥哥 不知道 我記得他叫怪獸 好像是怪獸 好像是怪獸 因為剛剛都是跳飛機 很年輕 我剛剛看過 跳飛機 對啦 二三四四三二四 這首歌都是那裡來的 數字歌 數字歌 對啦 有看跳飛機的嗎 跳飛機應該沒什麼印象 對啦 我在四三年初初初期開始 原來是七六年至八二年的 跳飛機這個節目 立即有人幫我們 你立即上網上 對啦 嚴秋華 其實我們有很多成熟餅朋友在看 其實我發了資料去爆租組 我們知道 但我們有些要看回應的 Fenix 說大怪小怪 原來有兩隻怪 我只記得一隻怪 小怪是什麼 小怪是人 人扮是大怪獸 小怪不是人扮的 小怪可能是那些 手下 我真的不記得了 我現在 Sunny哥哥就很好人 後來Sunny哥哥沒有做 因為他出小時候的書 不是跳飛機的書 嗯 我知道他好像近年還有出過某些場合 有出現嗎 他可能是跟粉絲一起做的 他有沒有七下歲 有的 應該是 你六十多 是啊 我也六十多 真的 我都六十多 你流淚嗎 哭啊 我哭了 好啦 那據回資料這麼說 跳飛機之後就發生什麼 上邊什麼節目呢 有的 跳飛機就直到這個 如果我們不說香超船 香超船是麗的 香超船是麗的 香超哥哥香超姐姐是誰 蔡豐華 蔡豐華 鄧凱林 鄧凱林 還有故事姐姐呢 香超姐姐鄧凱林 是啦 嘩 是船長哥哥 船長哥哥 香超姐姐 故事姐姐 真的嗎 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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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豐華 全都是港台DJ 蛤 她那個港台節目來的 是啊 香超船不是那事的 哇 還有 Jacky說還有街市301部隊 哇 但是這個是沒有人主持的 是 這個是正播 我印象中的話 我不太記得 正播動畫的 301部隊 是不是有主持節目的 喂 所以 改正我們可以 隨便改正我們 所以呢 原來就是 新年哥哥之後 就是王愛明姐姐 啊 啊 Mark Mark說 新年哥哥好像是煙鏟來的 其實我當時聽過的傳聞 就不止是煙鏟那麼簡單 哈哈 但我想他還在人世 我不太敢說 那就沒有啦 就算不是人世 也不太敢說 其他產 那 傳聞 是傳聞 有什麼去找他 那 那另外呢 既然講到煙益 那你剛剛講到盧家文呢 其實我記得 他星期日 早上有一個節目的 那是遊戲節目 沒有動畫的 我忘記了 有沒有觀眾記得叫什麼名字呢 那應該是他和 另外當年那個童星 叫什麼的 就是後來拍新的那個 王希 王希 那他們就主持過遊戲節目 那有很多現場的觀眾 就會玩競技遊戲的 就是男生對女生的 麗遠小天地 人人有善和氣 哇 因為我參加過 就是這個嗎? 不是啊 你唯有一個多豪 但是我真的參加了一個 麗的兒童之遊戲節目 博上位 那些觀眾那些 不是主持 那你說什麼 你以為 Brian 今時今日的地位 是 當年 就是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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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幾次 吃了名了 上了位 真的告訴你 這個我也有些人想到 好 不要緊要 我們講回多些人認識的 黃耐明之後呢 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年代 就是430太空梳 傳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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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太空梳 太空梳這些是 他這個資料可能在 遺基 遺基那些 傳說器 傳說器年代 大家應該都重結到 應該 因為橫框很多年 我從第一集開始看 很有印象 第一集 就是張國強 和最早期的女生 叫什麼名字 譚玉英 譚玉英 第一集不是 是 好像有四個 好像有四個 第一集那個女生 她做了一陣子 因為她那時候 其中一個版本 是說給觀眾 投訴她 廣東話說得不太好 她有些懶音 或者痴力 多個年代都有 還有黎子山 有曾鵝鵝線 很多的 很多的 漂亮 曾鵝鵝線 南傑英 也有 她有寫第一個主持人 什麼 方家瑩 方家瑩 這個就很好笑 你一定要記得這首歌 五 四 三 二 一 一飛沖天去 一飛沖天去 小小穿梭 其實是誰唱的 嘩 這個很棒 其實最早是林子祥唱的 對 第一個是林子祥唱的 但是真的 一大飛沖天去 一飛沖天去 小小穿梭 那可能那邊變慢了 所以要改張梅榮 對 因為大家記得也是張梅榮 是張梅榮 我不知道 因為當時無笑 要捧張梅榮 什麼歌都可以唱 就好像《千年雷王》 轉了梅艷芳 本來是盧雲娜 對 盧雲娜 對 最記得就是她的節目裡面 每個人都穿一些 銀色的太空衣 然後就有隻怪獸 好像 怪獸的嗎?我不知道 好像《Dr.Poo》那隻東西 走來走來走去 對 銀色的 其實是有人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推一下推一下 又說去外體空 然後有些事發生 每天就會有這樣的故事 當然最熱的東西就是 穿梭機 多年代 公然 穿梭機是很突然間出現的一件事 就是火箭突然變成穿梭機 穿梭機好像很科幻 沒錯 430年穿梭機是幾個小時開始做的 430年 4時半 4時半 總共的時間就是我們放學 回家 下午班放3時半 回到4時半 下午班 中學 沒錯 我們放3時半 就是上午班 上午班 還看不到 所以下午班沒得看 因為他早上會重播一次 那天下午播完 招了10時半 10時半 播到11時半 然後在11時半就會播一套舊劇 對 要播什麼《撿到寶》 上去播一次 然後就到下午新聞 然後就上學了 因為以前 因為以前是分上下午班 其實是上午班的同學 是最開心的 因為看完之後還有卡通片看的 下午班的同學 都只看到重播 就沒有卡通片看的 現在買TV Super 但現在J2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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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卡通片 要到晚上11時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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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根本都不看電視了 不過現在已經是點播的年代了 都不用按時按刻了 隨時看 在那裡播劇 就行了 我的朋友已經有小朋友 其實我的朋友的小朋友 已經中學畢業的小朋友 真的很恐怖 他們小時候 都是看電視播的特色 就是LIDAR 那些 另外有些小時候 我現在看到 就是有些朋友 比較近年才生小孩子 那些 那些 他們都是會上網自己 搜尋片來看的 就是 很多人看YouTube 很多東西看的 對 但不知道有YouTube看什麼 但很多人看的 很多人看的 好 我拆開了 回到四三年書 因為四三年書 就橫跨了兩三代 其實他主要有兩批主持點 兩批主持點 兩批主持點 很多批主持點 因為後期有麥包 有朱鷹 有朱鷹 是麥包多年代 就是我最看得多的年代 反正是 朱鷹是老鼠 有叉燒包 荷武包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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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但那個是閃電傳真機的 閃電傳真機 閃電傳真機 四三年 傳統姐姐都是傳真機 是傳真機 那沒關係 你先按四三年 其實四三年裡面 暑假會有很多活動 什麼空中暢遊 又會不知怎麽 我都做得到 是不是都是四三年 日日探討 那時候的歌 很棒的 那空中暢遊 有沒有人試過登記 參加過坐飛機 那時候真的小小的 可以坐飛機 可以環遊 很威脅 香港 直升機 飛機 坐飛機 那一年代 空中暢遊 可以一班小朋友 和譚宥英姐姐 一起坐一架飛機 在香港的照片繞個圈 上面唱歌 玩玩玩活動 飛機 飛機 直升機 你想有多少個小朋友 可以參加 飛機 飛機可以按到飛法 對 不知怎麽可以這樣做 螺旋長機 不是大機 大機 不是小機 很多小朋友一起坐 大家唱歌 他在拍攝 在拍攝香港的島 有沒有小朋友咬 不知道 但是那時候 你香港小朋友 你居然可以坐飛機 有些經典 我只是有一個經驗 就是一次坐過螺旋長機 真的吐到我 因為六七十年代 那時候還在流行螺旋長飛機 那時候在香港坐螺旋長飛機 去英國 是20個小時 很久的 那時候我的親戚第一次去外國的時候 很久 而且很貴 以前坐飛機 只能啟動機場 對 很方便 現在你只是去 現在你去機場 就好像去了旅行 對 你可能已經上飛機 回來你還在去機場 對 沒錯 但是當年有沒有人 是見過 430飛機的主持 沒有 我見過 我見過周星馳 哇 在士坡打路道 有一間教會 陪正道交界 還在過瑾馬路的時候 那時候我見過曾經 其實我已經長大了 曾經現在是年輕人 那時候我見過曾經 他見過曾經 他的樣子是怎樣的 哈哈哈哈 好像你那樣 差不多 可能大家的樣子 他有點招職 對 但是相反我 我是見到 譚若英姐姐 在九龍公園 當年就是有個恐龍的展覽 他在那裡做一個 好像是 我也記得有這個 他在做一個採訪 即是介紹 我居然在在場 跟他見到 我當時是見到 好像見到明星一樣 那時候是明星 對 真的 你不會理到 那時候 我當時的小朋友 是覺得 譚若英姐姐是明星 所以我第一次見到 哇 很開心 那我又不會 不是譚若英 你小靠的年代 你會覺得 那個是他們的偶像 我真的沒有 還沒去到 我反而去到周星馳 我完全是給他那個 黑白鏡 黑白鏡 對 他有一種方法 因為他 我很記得有一部分 就是 那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是二堂節目 但那時候 其實他有很多資訊性的 我很記得有一次 電腦那個 他介紹一些 譬如是 新的影響機 那一次我很記得 是介紹新的影響機 然後他回來 會問一些問題 我忘記了有沒有產品 他回來 我記得 星爺 我剛介紹那個影響機 他有個功能 是否 A B C 我給你們一點時間 好了時間到了 哈哈 轉得很快 這個人的幽默感 從來沒見過這個 這個節奏 他完全是獨錯一格的 那時候還未是星爺 甚至還未是星仔 星仔 只是兒童節目的主持 但是 這個幽默感 我從來都 因為我都是氣精 我自小也是氣精 但我真的沒見過 這個人從哪裡來的呢 他的思想 和他在鏡頭前的魅力 我 在那時候已經覺得 是沒見過 回來後 已經跟同學說 有沒有看的 後來去到Happard公司 有的 當時我們是中學生 回去追看周星馳 但你知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我猜他自己說過 他好像是反叛 他不想做 其實他跟周星馳 是跟梁朝偉一起考訓練班的 而 他是拿梁朝偉去陪他 因為周星馳覺得自己 他自己說的 是很英俊 還有做小生的 但誰知道 小月圍 就是制語問題 朝偉就走到小生那邊 其實大家都在穿梭基 還有他第一次考的時候 梁朝偉是收了 首先 分量收了 星爺是沒收的 第二屆先收 第二屆先收 後面進去之後 他很想做戲劇組 但是沒有機會就進去穿梭基 所以他就覺得自己懷財不育 就發猛 於是就 有一點點不是本屁 有一點點 不如我就玩盡一點 不過梁朝偉也做過穿梭基 是的 但他特別轉了做生產師兄 很短期 很短期就已經抽出來 真的很多人做 所以他覺得自己很英俊 然後馬上就做小生 周星馳就留在穿梭基一段時間 而那段時間 他就在發揮他的潛能 而且他好像是很討厭 有一點點是玩東西的 有一點點是玩的 他打小朋友的 不是真的打 只是保持作常打 對 對 虎肌燒的年輕人的頭髮 有這樣的劇情出街 對 出不出街 阿森你問另外一個 你是不是想說龍炳基 哦 黑白腳小 就是龍炳基 就是龍炳基 就是跟他配 但是星馳那段時間 就很出位 我記得他訪問之前自己說過 他是因為這樣 就會出了這麼多很特別的表現出來 對 出於憤怒 或者昇華了 就是標其藍意 對 昇華了 我覺得他是 就算你聽完之後 跟他合作的人這樣說 其實他是 他演出 他不會說 他介紹過 跟著你問幾條問題 對著鏡頭就這樣做 他是會自己去想 我有什麼辦法可以出到位 就是我有什麼辦法 在每一個空間裡 我都可以洩到自己的想法上去 所以這個人紅是沒有辦法 對 其實這劇集 他也是做一些二、三線角色的 但是你會發現 他一出場 那段很精彩 那段時間已經開始看他 等他出場 可能那晚一小時的劇 可能他只是出兩三幕而已 但是那兩三幕就是 有一些很精靈的對白 很好笑的過程 無緣無故有唱歌 是啊 最重要是他拿著一個掃把 在那裡唱 有許知情選 何人悔內術 何人悔內術 何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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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很自然 沒錯 就是他做這種事情 令到觀眾眼前一亮 那說回兒童節目 其實我剛剛說 他們會介紹一些 例如科技 或者一些 可能你們覺得很靜 就是普通的兒童節目 你都會覺得 有一部分是資訊性 我告訴你 其實不是必然的 那我87年之後 去了法國 兩個法國 他們的兒童節目 真是垃圾到什麼 即是每一集都在看《天線得得B》 那樣 是的 真是很給小朋友看 但《天線得得B》 是有資訊性的部分 他不是給 他是看他的肚皮 電視機 但是他不是 他不是說 他只是給小朋友看 其實他在兒童節目 他也會播放《雙掌黑》 或者是《戰隊》 或者《武龍神》 其實他也是給回 可能十幾歲 好像我們看《梁朝偉》 我們看《星爺》 那個年紀 但是歐洲的兒童節目 是垃圾到你不信 一些資訊都沒有 那暑假每天早上都有一個兒童節目 就是那群主持人 賣到那群主持人 看來平安年紀十幾歲 那整個暑假的所謂的特別兒童節目 就是那群人在酒店的泳池 然後在推你下水 放屁 那些很低級的笑料 所以香港那個年代的電視是很高質 而且那個兒童節目其實是很高質 很認真 其實以前那個年代是黃金的 也是 引領了亞洲的潮流 是啊 我簡直不小心看到電視節目 差了一點點 就是講一些配音員 他們香港的業界的待遇 不一般 原來在很早七十年代 那時候日本有人過來香港取經 看看香港的無線 或者亞視 例的電視節目 怎樣配音 後來他們才發展到 聲優的制度 反而其實當時人們過來取經 怎樣做 會 曾經是因為當時 無線和麗迪的配音卡通 或者配音節目 是很受歡迎的 嗯 所以是很多人看的 而且可能我們都覺得 他用了很多心機 就是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配音 就是配音很接近劇情的需要 就是億陽頓挫那些 拿捏得很好 沒錯 令你投入到 和現在那個配音 是好像我覺得而已 就是好像差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是因為香港最早期 就是很多劇情都會配音 因為很多人喜歡看美劇 外購劇 很多美劇 很多美劇 會配了廣東話 在無線播 在無線播 但後來因為本地製作 當時的緋醉劇場 是這麼猛 這麼豐盆的關係 其實配音劇場 還沒有比下去 對 這麼豐盆的配音 只會是間中有一套半導日劇 例如阿信 那些 三明海誓 或者是龍華 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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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信很久了 阿信是不是四百 我記得阿信 阿信很多集 最早那個是鐵中與子 那我不知 阿信 我記得小時候是阿信看的 那時候 葉仙文唱那首 葉仙文那首 葉仙文那個是三明海誓 阿信 阿信 那是雥善盈 對 ό 蕭善盈 是雯善盈 是雯善盈 不是雲魚聖豐 雯善盈 對 不過是雲善盈 是雲魚聖豐 是雲魚聖豐 雲魚聖豐 雲魚聖豐 那是比較難接受的 但當時雲聖豐很紅 因為他去日本發展 是一個華人 在日本成為了天后級的歌手 他間歎也要找人去唱 那時候很經典的翁善祖就是 他在舞台唱的時候 他的奏一拉開 然後不知如何人多拉 其實是不線的 不不不 螢光幕啊 然後投影點進他的奏 那個奏一拉是四五米唱的 是不是唱 Win is blowing from the Asian 那個是不是歐陽菲菲 是他來的 是他來的 沒關係 我剛才說 因為配音其實 其實配音組 為什麼現在香港配音好像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厲害 是因為本地製作就領先了 是 變成了譬如 法國配音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本地的劇不好看 是 所以配音好看 到現在還是配音 還在看巨凌晨嗎 現在就不知道 但是 還是會看外購劇多過本地劇 因為以前很多外購的 可能香港的舞打片 在歐洲是很HIT的 沒有電影 沒有打電影 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 就是那個小時候那些 對 那些配音 因為我以前在倫敦 是去圖書館借的 是會借到很多錄影帶 又配了英文的 是啊 那些鬼都經常會笑的 對 很搞笑的 那些真的 我那時候 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我做電視台的時候 有個巴基斯坦的同事 跟我說 Jackie Chan Yeah!功夫 其實可以成為好朋友 一段Jackie Chan功夫 很膚淺 對 很膚淺 你不要說 其實很喜歡看的 其實香港 我們80年代 美90年代初 外國人唯一對香港的認識就是成龍 唯一的認識 真的是 還有李小龍 李小龍 其實是李小龍 但是 李小龍已經過去了 就是當時 真的屬於香港 那個年代的東西 只有成龍 不是 因為成龍的切入點 跟他是搞笑的 所以容易引到更多的人 因為 例如李小龍 是比較認真地打的 就是你去看的時候 例如女演員是比較少的 但是成龍是 你女生進去看 你也覺得很好笑 所以你容易吸納的人 比較多 有觀眾改正 葉善文是 祝福 祝福 其實我沒有看 他們很厲害 是不是上網搜 156 不是啊 你總會有些人會記到的 但是 真的有些人會記到的 真的是超人 真的 就是這樣說 阿信我只記得初頭 他媽媽要 下育體 然後跑去河裡 浸 什麼 是啊 我記得最記得那個 冬腥 是啊 在雪地 不知道有一條河 他就浸進去 她想著要下育體 那你小時候明不明白 他浸進去做什麼 不知道啊 真的 是嗎?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不要看,不要看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以前你小時候看到一些兒童畢業的地方 就是媽媽就會說 不要看,不要看就算了 就不會解釋 問了一家人不出聲 那時候那個… 因為沒有三級,就是那時候 就是很開放 很多東西可以看到 反過來 是的 就是你什麼都不知道 那時候沒有感應過 很多時候,什麼都在電視上看到 什麼都有 是啊 也有的,不過可能就沒有分級 是啊,沒有分級 所以那個時候就要放任一點 當時劇情的尺度 有一段時間是寬鬆過現在的 是啊,沒錯 現在反過來 無論你說看法哥和鄭月亮的見聞 不是,整天都疼愛的 或者有一套… 疼愛很久的 我忘記了是蔡芙華 還是誰做的角色 他是一個天體主義者 他經常會不穿衣服的 當然會避了一些重要部位 但是不如這些意識 即是他站起來就會有一顆椒 類似那些 Oster Power 我不太肯定我角色是誰做的 正在搶 他真的搶來的 真的搶 那一類的 不如說下去是哪一種 是,踩上去回去正貴 然後再輪到430之後 是嗎? 我就不懂了 閃電全真機啦 閃電,閃電 不過說回到430的時候 原來他對玉女金銅出現了一個 就是鄭伊健和黎子山 他們在那段時間拍拖的 是嗎? 鄭伊健的第一個女朋友就是黎子山 黎子山 其實黎子山很出名的主持 他吃很多主持 很帥的 很出名的 他好像是董王的 不知是表親 親戚 他最初是唱歌組合來的 是,從陳惠嫻那個少女時代 不是少女時代 是少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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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名字是三個 因為是三個女孩 她是其中一個位置 是 原來她們拍過拖架 所以她們經常在訪問時已經見到 好 好 對到閃電傳一記 這個年代 終於阿里崇崇姐姐出現了 是 Unty 烏雀雀 烏雀雀 好像有做過主持 這個算不算是她最紅的年代 不是 是《天涯歌女》 我沒看過 但小時候只有《烏雀雀》 少女雜誌 我記得叉燒包和漢舞包 就是麥包和黃之然 一個是中式 一個是西式 中文和英文的 這個英國我不懂了 因為我已經離開了 他已經在外國了 他已經在吃西郎菜了 但我和阿嘉未分到一半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在這裡鎖下來呢 有些破裂的聲音 有些炎火的 好,那是全真機 有些什麼?你比較熟悉的 長腿叔叔 那時候很喜歡看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反而現在人們在說 長腿叔叔不是好像 其實很多意識不良 回頭看就好像 但是沒有結尾的嘛 你也不知道誰是長腿叔叔 其實就是配慾 是呀 阿叔育成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大哥 就成為他的驕債 這麼黑暗嗎? 他最後是娶了他嗎? 是啊 這個虎仔很變態 沒有想過 不是,我以前小時候看小便傳映機的時候 就是看一套叫超小少年 就是戴著手套 又入CD的 然後我記得他每次唱主人曲 有一幕是大腦 然後全部都是血管很生快 我每次看都很害怕 然後有些黑暗回憶 一到那一幕我就 因為我還記得安德專唱主人曲 哇 是的 那時候還有播什麼? 鮮魔大戰 新鮮魔大戰 鮮魔大戰 就是那個主角就是穿紅藍色的甲 然後是拿一把雙頭劍的 那個是很多貼紙的 鮮魔大戰 我不記得了 但是… 是不是就是那個? 因為他有兩套 一套鮮魔大戰 一套新鮮魔大戰 又說阿伯拿著怪獎 又很鬆鬆 那我不記得了 我只記得有主角 另外一個主角是藍色的 是不是主角有兩個計的? 兩套 好像是 有兩套 那我還有那些貼紙 還有 還有很多 薑絲爺孫 我記得有薑絲爺爺 還有一個… 好像黎子山就有一個孫 那樣的故事 有印象 我覺得那個年代是卡洞片 爭得最激烈的年代 對 兩個台都狂播這個交片 對 那時候我一放學回到家 是要… 跑去看 跑去看 還要… 看哪個台 看的 對 就防止… 看失了 這是最重要的環節 很多錄影 但是他抽得最激烈的時段 是播完《全真記者》 五點鐘那個時段 對 以前你想想 TVB有《寵物小精靈》 《數碼暴龍》 《四區兄弟》 《四區兄弟》 《四區車》 《包船陀螺》 不是那個時間 不是 《包船陀螺》 你看這三套已經搞定你了 然後還有《魔洞王》 《魔神英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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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來了?F81》 你看他那時候 九十年代經典基本上是在那裏 五點到五點半的時段 每天立刻放學回家 每天放學回家 我以為我上五班 放學回家做一陣功課 吃個下午做一陣功課 接著就安座家中等 就等閃電傳真機開始 看完之後就直落 看了六點多的洗澡 洗澡後吃晚飯 那就是一天的 又白了 我的年代哪有手機畫 又沒有電 閃電傳已經有蓋世寶 是的 蓋世寶 以前是唐偉琦唱歌的 這首歌是漂亮的 是的 還有誰呢 接著她的閃電傳機 以前記憶最深刻 就是我自己來講 她有一套是大家都扮老鼠的 有收歌的 有朱欣 有朱欣 是朱欣 是啊 朱欣很漂亮 那時候朱欣很漂亮 那時候朱欣很漂亮 美吉陽一 對 很好味 我想問這個年代 是不是已經過了IQ博士 那年代 過了 你有播放IQ博士 我有 我在那個年代有看IQ博士 是不是翻譯 應該是翻譯的 不是那個時候播的了 我忘記了是星期六、星期日播的 我最記得就是星期六、星期日就會播成語動畫 然後呢 然後呢 四拼兄弟直落 那我每個星期都要叫我媽媽 因為我還是用錄帶的嘛 錄錄 對 那我呢 早上去補習 然後做完功課 回來可以看 是這樣的 典型有錢人的生活 我們那些 星期六我們只是播電視而已 因為不用補習嘛 那不行啊 有時候都要補習的 對 但是星期六那個真的是 真的 星期六那個真的很開心 是啊 連續很多卡通的嘛 是啊 那幾個小時很重點的 不是 小編全真機那個叫四驅小子 你那個是新版 不是 四驅小子是星期日播的 我是早上去看的 不是 小編全真機之後 星馬和星馬列 那個是星兄弟 四驅小子 四驅小子還要拿著 地平線 地平線 不是星期日看的 我那個是早上去 我不是小啊 我不是四驅小子 在香港早晨之前 才有看四驅小子 是啊 那個是舊版 但是閃電相機之後 那個是四驅兄弟 是啊 沒有啊 我兩套都有看 我兩套都有看 不過深刻一點就是四驅兄弟 因為地平線那年代太小了 其實那時候都不知道自己做 不知道自己看的 很棒的 那時候真的會馬四驅車出去 是啊 我那時候是89年 我89年已經玩四驅車了 那時候 不是啊 我六年八 八九 六年八 對 然後改魔打龍頭褲子 然後又 1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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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喂香港現在還有什麼 方向這場上 大家轉贈 曾經有重心車 有 我有 我上兩個月在日本有一次去那間模型店逛逛 我發現原來他的模型店二樓 整個二樓都是賽車場的 因為其實日本每年裡面都有很多大賽 每個市場都有大賽 四驅車在日本還是很熱的 是啊 因為當年我在中一、二都有出過比賽 但是我當時是因為家裡不允許玩這些東西 那我就要把那些車放在家裡的暗角 喔 因為那時候有工具箱 就放在那裡拿草子遮住它 然後就出街 我出去玩而已 那時候要拿草子遮住它 是啊 那時候不讓家人知道玩 因為那些車要丟掉 那有幾台車放在一個Standbar 然後就準備出門了 我出去,我再走一會 然後拿著轉 媽祖到來 什麼來的 鹹書來的 鹹書來的 鹹書更穩陣一點 那時候我中一年要搭車 就是去到不知樂庫還是哪一家吉吉島 那是要我進去比賽的 啊 但是很可惜我這輛車太厲害了 當年是八百貫 我忘了八百貫 八百貫有比賽過 當然知道 當然知道 當然還有八百貫大院的時候 是啊 那些是 很棒 當年田谷想到四驅車這個橋 真是屈機 真的 你配件全部都是錢 你本身電池各方面 全部都是消耗品 你很厲害 一定要不斷貨的 哇,比現在手遊更厲害 你想想 充電也是那些年齡 你想想現在這些 還有充電都會相升自己的牌子 那種火源是實物 那你變成特別易貨 但是你玩完之後 你想想 你每次玩都很殘 特別是車殼 一飛你基本上就不見這些東西 你就要買那一輛 對啊,摩托玩一會兒都玩不著 對啊 所以,哇,這條數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這條數 他現在應該 馬上畫一部卡通片 再多一次 就很厲害了 因為當年大家玩都是因為卡通片 覺得,哇,很棒 什麼超低風阻車 當年一出時回家 但是... 有分四驅 前驅 後驅 但是摩托擺在前面 力量也有一點 我也記得 當時贏的人全部都是摩托擺在前面 但是當年 在日本Hit 不是Hit在動畫先的 是Hit在車上 產品先 哦,是嗎? 是啊,因為那時候小學館有出的漫畫書 我那時候會去尖沙咀的三月那裡 下一個釘 打書釘 看到裡面 居然這輛小車 居然可以改 可以加四個很大的泡泡膠 可以在水上面走 四個泡泡膠的波波 可以在水上面 它改裝了很多款 可以跑山 波羅釘過的 啊,有钥 football 坯Pass 那時候我才萌生到 那時候還沒有人玩 我已經開始玩 因為我我先看日本書 然後不到三個月一陣子買這些 那時候og three thousand 別有三十多元 那他們買一盒回自己改 是啊,那時候才開始 所以很早期已經玩了 多年是賓上很多年 我記得我是因為四驅車移走了 而求我媽媽帶我去動漫節 因為當時動漫節是出了一個特別版的車殼 當年不能買什麼遊戲 即是Saturn那些遊戲 然後就是一個特別版 就連同那個 好像有點印象 XO XDO XDO 電盜藍色的 當年XDO是每次比賽贏的人通常都是XDO 因為那套劇場版一出完之後 很多人都買XDO 是不是前色那部? XDO是藍色的 然後是前驅的 然後他出了一個版本是紅黑色的 然後就是穿了洞的版本 什麼RT 什麼TF版 總之就是穿了洞 然後當年比賽贏的人全部都是用XDO的 沒有 但是他真的厲害 最主要是型 看一套劇裡面 當年又有電視劇谷 就是漫畫又有 當年是看Coco 看Coco 對 看Coco看快樂龍 然後Coco裡面又有四區兄弟漫畫 你Coco爆發 然後他裡面又不斷跟你播那些什麼 你參加什麼四區比賽 對 你是沉醉了那個氣氛 所以那時候 我記得第一屆動漫節是叫什麼 夏日動畫紛紛紛秀 就是 那個時代就是Coco煮出來的 我第一次去就是這個 就是夏動畫紛紛秀 我記得幾年 98年 1998年的 那個時代 我那時候去買彈珠人 我那時候入去 限定買彈珠人 那時候玩彈珠人 是要大家用力夾起來 那時候還有主角 用膝蓋一起夾起來 那些彈珠很厲害 是玩得很開心 那個年度我覺得這玩具是很棒的 玩的彈珠人 你沒想過這麼重的波子 可以把聲來這裡 飛去那邊場打 那塊玻璃還可以裂了 那時候彈珠人也是玩得很瘋 玩彈珠人就是真的因為Coco Coco裡面為彈珠人的動畫 他玩很多款式 他玩得很瘋狂的 真的逼你買多少 我還有一個主角叫護板玉吾 他經常都是夾著 然後另外他有個朋友 是甚麼追擊手 是單手 是追擊手 然後還有一個是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 例如彈珠人的科學性都很厲害 例如他起初是兩隻爪夾兩邊 後面他出了三隻爪下面 再加多一顆側 你射出來的珠就會向前不斷轉 就算你撞到東西之後 他都會再向前轉 他後期也有機槍的 那些風格 搞 就是這樣 然後把珠出來 很厲害 其實你會覺得 他裡面的科學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是比《四驅車》的研發力 是很棒 現在講到 原來歐文和阿嘉很合談 那年代差不多 你倆結婚了 不如說吧 不過你幫你帶 我們也要稍微 找回一些正式的題材 就是兒童之目 因為我們第一次開一集 你們來聊《四驅車》 那段時間其實 甚麼都是由卡通片主導 是吧? 然後就引伸到你們買玩具 我們連比大了 有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沒有玩過那些 因為都不是看過那些 那時候已經走出去打球 吃女仔 已經不是這些 聽到的 打球 吃女仔 是吃女仔 認識的 吃女仔 我讀男校 認識不到的 是想吃女仔 因為想之前 其實是沒有的 但那段時間 全真機就到甚麼 全真機 全真機之後 放學IC 放學IC 自立少人類 自立少人類 放學IC 因為ICU是我長大了 因為我好像Ryan 我真的去認識女仔那個年代 就認識到的 甚麼叫ICU 那個年代好像是ICU ICQ 放學ICQ嗎 ICU 喔ICU OKOKOK 好像是鼓舉機唱 我忘記了 好像是鼓舉機唱 鼓舉機唱 小人類 因為那時候是流傳了一句說話 說甚麼 每看一集放學ICU 接商就得一 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會這樣做 為什麼會這樣做 不知道 我忘記了 那時候 是不是那時候已經開始 兒童節目 已經偏離了兒童那個 但到那個年代 應該我們開始淡趣 應該只剩下家 是不是 他開始越來越低子力 太低子力 他會突然找回一隻公仔 那隻叫甚麼 匆匆 甚麼匆匆舊地球 哇 我看到 你想想 我都不長大 但我看下去 我都覺得這東西這麼低能 就是我在想 以前閃電傳真機的年代 真的很棒 又有資訊 那些交通片也很好看 哇 他去到ICU的時候 播的交通片 是 就是 完全是人笑九刀廢那一隻 哈哈哈哈 你是受不了的 你沒辦法看下去 其實 所以 你不知道為何他會開始弱了那麼多 我覺得是最輝煌 就是對我自己來說 是閃電傳機那個時代 所有的交通片都很好 配合日本的交通片 是啊 那一年代 香港是遲過日本幾年的東西 如果你說交通片 那個年代 日本交通 對我們來說是最厲害的 就是我們看過的交通片 龍珠是那個年代 龍珠後來 龍珠都是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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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珠是逢星期日夜晚 十點多播的 有點過敵一點 星矢之後龍珠都是那個年代 星矢之後龍珠都是那個年代 星矢是凌晨播的 那是那些好播的 好夜的 我還記得我星期六晚上偷偷地 坐出去看電視 晚上給我老爸 很辛苦 看了聖鬥士 我反而很記得海鴿戰士 海鴿聖鬥士 海鴿聖鬥士 海鴿聖鬥士也是夜晚時段 那不是日頭播的 海鴿聖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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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日頭部 因為他沒有那麼暴力 星矢之後你就會爆光 以前其實咳了很多 對,沒錯 沒有了一些爆血的畫面 我記得龍珠 應該是我讀入了大專 八九年,九十年 是星期六版的 你那個龍珠是初版 我看是龍珠2Z 我看龍珠2Z 為什麼是藍色3的 最初龍珠是小粒那些 是六點鐘播 我們晚上晚上就是龍珠2Z 我記得初版龍珠 一定是我幼稚園 我沒看過 因為我幼稚園的時候 很急 阿通說 早期龍珠是430播 原來 是嗎? 是嗎? 是下午播的 龍珠2Z打到流血 那些就去到 星期六晚播 我記得那時候 每個星期追龍珠2Z 大過了都追 他說龍珠 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是鹹鹹的 所以要夜播 對 很壞的 那時候也對我 很過分 威師人跟我裝置 對 你心裡有多多東西看 對 很誇張的 我媽媽都經常在那邊看 所以我小時候是不懂得分 無限和不犯 這兩個東西 但是 就這樣說 《立不小心》也是鹹鹹的 但是他也不太晚 好像是十點多播 雅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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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那期 好像播完《立不小心》之後 就開始播新世紀科 這件事了 哇 挺好看的 你說鹹鹹的 其實我們小時候 譬如 過布拉或者 咕咕雞 都有一些 咕咕雞第一集的時候 沒有人記得咕咕雞嗎? 搞笑的 有點像 都是一個家庭 但是有隻雞型的 但是叮噹那麼高的 就是一個異生物 在家裡 第一集的時候 那個男主角 不知道是不願意起床 還是什麼 然後她的姐姐 捉著她兩隻腳 然後向著她的敏感部位 不斷地 一夜踩下去 什麼一夜啊 連續打裝機 不斷地踩下去 這麼道中兵團 沒錯 但是也是放學時間 四、五時的時候播放的 那時候不需要擅心的東西 那時候又沒有去到 是啊 那時候沒有這樣 就是慢慢地 就越來越收緊 高布拉又做了 有 BG CAM 之後就開始有 有些少了 開始衰落了 電視制度強了之後 就變了一些東西 沒有好看 以前有什麼 淘氣小雪兒 然後有什麼 淘氣小雪兒 淘氣小雪兒 是這個 香港我想歷史上最陰邪 哈哈 是啊 好像是說 有些奇怪的東西 是啊 有什麼奇怪的 有什麼奇怪的 很奇怪的 哎呀你不懂得圖戲小雪兒嗎? 不懂的 這個真的要看 其實有很多隱藏的東西 那時候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小忌廉 不是小忌廉 對不起 小忌廉都有東西看 小忌廉 都正經 都正經 正經 那時候 是啊 其實IQ博士也有些成人笑話 那些客人也有趣 我想在日本的文化 他們一定是 他們都比較開放一點 所以走不掉 以前看你沒有東西的 我覺得是 現在那個電視尺度規管大了之後 你開始反而覺得這些 反而覺得這些 你會覺得實有介紹 就是因為 有東西看了 這些是有意味的 以前就沒有這個概念 就覺得都是那些東西而已 以前不會覺得 喜歡小孩子 或者兩個男人的愛情 就是友情是變了別的東西的 對 現在就複雜了 可能是 開始播魔戒 開始你會戒懷 你會戒懷 魔戒沒有的 有些人經常說 是嗎?沒有的嗎? 有經常都覺得有 魔戒? 他倆的眼神 就算拍戲的時候沒有東西 拍完戲也有東西 哈哈哈哈 就是你會有那種想法 你想想 兩個人看成這樣 應該是斷步的 就是有幾段 Saleam Moon是什麼時候斷步的? Saleam Moon是小年全登機的人 小年全登機後 是嗎? 是小年全登機後 是小年全登機後 是小年登機 Saleam Moon是現今的 就是已經是上了年紀一點的女士的 就是寶物來的 就是同年的東西 就是比較成熟一點的女士 就是你老婆說 你所說 不是 朋友也是這樣 不是 在日本很瘋的 好瘋的 有些商品很入味 那些扭蛋機 我是看到有些OL 排隊扭的扭蛋機 是嗎? 因為他的化妝盒 那些變身棒 他有時候 兩年前 他們出了一批扭蛋 然後有些OL 很多OL 之前 Sasa推出那些粉盒的鏡盒 幾百元 唇膏的變身棒 那些是賣到你買不到 我看到Sasa代理之前 第一水是P Bandai出的 是P Bandai出的 是秒殺 我跟你說 那些變身棒 那些聖杯 我看到舊版聖杯 我炒了一萬元 我會超過 但是很搞笑的 他的聖杯是整個電鍋 但是他是一個正氣機 那不是 沒錯 那是會出事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 不能用的 一個聖杯電鍋 但是是正氣機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攬炒了 我真的有很多粉絲 以前香港有個男士 好像是DJ 是美少女電視的 忠實粉絲 是不是那個世界紀錄那個 不知 不過是我們朋友的朋友 是美少女電視的粉絲 也訪問很多 是 還有記不記得美少女電視的 其實那時候很開心 最開心的就是那個主題曲 就是由當時四大玉女 寶麗金 寶麗金 是的 周慧文 多寶玉黎水恩 合唱的 還有王興廷 四個都挺不錯的 當時你說 哈哈 由你的認證 approve of 哈哈 他們現在都是女神 這些都是 對 再早期一點 如果是女生 就千年女王 嗯 是啊 但是男生也看過千年女王 是啊 我也記得進戲院看劇場版 一定要看 鐵路搞搞搞 對啊 因為你 哇 那時候你看到長金髮 這麼高 要這麼高挑的 有一個女性 有一個同體 在你面前出現 哇 出一個同體 還要經常去到一個星球 就要驗身 你這個是九九九 對不起 我搞錯了 在松本寧視日不下 所有的男性都是小顆片 哈哈 鼻子很大 眼睛又很悶 除了下落鼓 她說形狼也可以很帥 下落鼓也可以很帥 對 有這樣的角色 對 但是她的朋友說了很多 山梯女復星 另外就說什麼 什麼 很多我們以前 橙龍 忘記了 城市獵人 不聞泰山 記得嗎 因為不是鹹鹹 還是不聞泰山 我們叫做抵死泰山 香港 他們是晚上12點多播放的 他叫抵死泰山 抵死泰山 漫畫還是叫做不聞泰山 電視版就叫做 其實她也挺好笑的 對 就是那些拿皮來飛 哈哈 然後吶完尿之後會很厲害 又有一個 很矮的女人 是啊 那個很變態 這個女人是她老婆 本身是模特兒 跟了她之後就變成有肌肉 對 像河馬一樣 然後她有個敵 有個敵敵 叫什麼 阿比奴 什麼阿拉啤啤 那個名字叫做 就是她是日文 我之前翻看過 然後就是什麼 非洲最強志前 之後很有錢之後 就開始頹廢了 哦 真的太多 很棒的日本漫畫 卡通片 找一次我們開一集 是講這些 因為今天本來是講兒童節目的 但是我們也很感謝 TV ETV 哈哈 當然是這麼好的黎 黎迪 街市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都是配音的 嗯 如果不是配得那麼精彩 做出名就是叮噹 叮噹 那也是 叮噹 叮噹和成語動畫 對我來說 不過叔叔來了 對 對 上次的動畫龍很厲害 當年 當年原創的動畫 又要畫卡 那時候認識很多成語 很多成語在古老學回來 其實我真的很想有人出 乖乖的朗教 雖然沒有人想到 對 又真的沒有人想到 不可以玩 OK的 我一講這些 超多卡通片好看 下次講卡通片 這就是講電視節目 我們代表年青一代 向我們上代的配音原道電視 製作人之經 多謝給你 但是你這麼美好 你再說一次 你代表年青一代 你代表年青一代 你不要看現在那些年青人 是五、六十歲 我們再代表我們的年青一代 多謝我們上一代的電視製作人 他們代表我們這麼好看的配音節目 尤其是配音演員 對,政府都是說六十歲才是什麼 年青人 對,八二十歲 你很年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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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算是你大學畢業而已 剛剛出來社會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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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我正在讀書 你發育肉 對,發育肉 我已經沒有發育肉 好,有沒有補充 那今晚呢 大家在講的 補充一下 我想我們有很多資料 我們可能說錯了 因為我們一直吹 因為我們都是靠回憶 所以我看到很多觀眾 改正我們的資料 謝謝 這是我們最大的本錢 但是這種電視節目 是否到了 根據遺跌的資料 就是2014年就收尾了 現在沒有兒童節目 現在沒有兒童節目 就是最後一個兒童節目 現在好像沒有兒童節目 現在就沒有兒童節目 現在就沒有兒童節目 兒童不需要直播了 現在看來播什麼 但是ViuTV是有兒童節目的 我知道 ViuTV ViuTV是有兒童節目的 我記得有一個 之前不是有什麼 他不是有一個 G1格鬥會 不是這些女生 其中有一個 是現在都還在做兒童節目 鬼鬼的 我那天有一次 開ViuTV看到她 在做兒童節目 然後看到美女 然後你繼續看下去 那邊是 那邊是 那個台就是有 就是我印象中 現在TVB是沒有兒童節目 但要看到譚同堅靜 就是要看 朱珠松 頂爺 那邊就看到我 前兩年在香港電台 我還看到Henry哥哥 他做那個 Henry哥哥做很烏弱的 對 他還有做兒童節目 魔術 他還有 那時候還有一個節目 前兩年我也有看過 那阿迪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女兒看什麼節目 我女兒不看電視 看書的 嘩 他都是媽媽的 阿森林說現在TVB 還有一個 Thing Big小人 那個也算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 真的 那個也是一字幕 聽過的 一字幕我都上班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不是你就會看了 我真的看不到 可以看一下 現在是在做什麼 吃朋友 那好吧 希望大家都 今晚可以 今晚可以 睡覺前發個美夢 想想 我們小時候看過很多 的 例如珍華絲 嘩 哈哈 對 我們竟然沒有提到珍華絲 對 珍華絲 珍華絲 珍華絲和林潔英 都是做的 現在都是 在那裡出來的 叫做漂亮 對 珍華絲 哪個男朋友 很早以前 林潮衛 那劉嘉玲是哪個男朋友 又是林潮衛 對 她老公又是 即是代表 梁潮衛真的吃很多女兒 對 哈哈 哈哈 剛才買了聲音 肯定不是我的聲音 哈哈 好啦 我們試試找一下 今天最佳的兩個朋友 的 有沒有 算不算 我們真的有東西送嗎 說了就 要做 送什麼 神秘的東西 神秘禮 有東西送 看看誰 狗證得我 你很好的 很多 很多 很多人說了 新年有很多資料 對 你要馬上選擇嗎 你現在選擇嗎 給我新年吧 給我新年吧 好 還有誰 剛才 有很多人說 其實有很多個 真的 我們要回覆 不用現在 我們之後回覆 之後回覆相關人 實在太難說了 因為職場 比較平均 公平一點 我們審視每一個 對 我們看看指數 有沒有百字 有很多 還有出的次數 有很多 也好 還有觀眾 如果有什麼 類似這種題材 大家想我們說 都可以建議一下 對 你這班老人 都差不多年紀的時候 都會受到懷面 都是時候 在去之前 都可以 做一次總結 好 好 好 今晚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又見 有沒有補充 去完台灣 為什麼要問你 去完台灣有什麼感覺 吃的什麼好東西 台灣東西 台式譜 嘩 Vector 你自己有笑 我屋卡的樣子 是很美 吃什麼東西 都反應了很多東西 想太多了 沒辦法 這些我只能夠 聽你的陳述 去嘗試幻想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如果想看 看回前幾天 我的直播 就知道了 你覺得是熱鬧一點 還是怎樣 差不多了 每年都差不多 如果你說在人數上 或者參展的時間 我想這兩三年都很穩定 沒有太大的變快 但是你說 好東西 每年都有不同的 每年都有新的設計師 也有一些 也是太弱流強的社會 你說設計師 他也是不斷有新的 也有一些 可能有玩的 也有 也有 也有新的 正經 對 你有什麼收穫 我只是展覽方面 展覽方面 不可以做直播 不啊 你有展覽嗎 你有招致嗎 是啊 我有啊 OK 也是這樣 對 有沒有女粉絲找你簽名 找我的設計師 找我的設計師 找我便沒有 Elmond很踏實 因為發達這些東西 很輕於浮雲 不會看得那麼重的 就不用聽他們的 好 辛苦Elmond幫我們做直播 好 今晚是不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了 今天大家發覺好夢 拜拜 拜拜